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是我们怀疑论倒数第二次上课 即将结束 然后我大致上把这个 西洋哲学史的主要跟怀疑论相关的内容 按照这个历史的脉络重新的介绍一下 然后针对我所认为的重点 做了具体的说明 我最主要是因为想到 这个哲学史的发展是一个比较容易学习上手的界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界面 让大家可以比较有脉络来进一步的追求 我最近发觉一件事情很有意义 也很让人难受 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华人社区 华人的整个区域 大概十几亿人里头 不晓得是语言关系还是文化的关系 我们的思想不会进步 我们这些思想不会进步 没有办法从这个思想中找出这个进一步突破的可能性 我讲这句话其实很重 其实很重 因为我们班上 像也有大陆来讲到十几亿人 我特别针对我们思想不会进步的原因 就是因为表面上看起来是 我们缺乏那个批判性思维怀疑论的那个精神 那实际上的话 我觉得有一个现象我很难理解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平常最大的 平常在国内的话除了忙一些事情以外 我常常写推荐序 推荐哲学书给大家看 因为很多人问我 老师介绍我看一些什么书 那我说我自己就写很多推荐序 你到成本去看所有的哲学书 很多都是我推荐的 广泛的文史哲的书 主要是哲学跟历史 涉及到美国的介绍什么的 富兰克林传记什么 我都在推荐大家多读一些书 我昨天交了一篇推荐序是一个韩国人 韩国人写的 这个书名的话大概就是 一本提升素养的生活之书 大概就这一类的 这个作者名字叫蔡社长 社长姓蔡这样 我其实还蛮鼓励大家 因为我写这么多推荐序的书 我从来不帮书店做推荐的 因为我也不需要这个 我不需要帮人家卖书 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大家可以去 2月1号出版可以买来参考一下 就是主要是我里面写了 我把想跟大家说的话 很具体地写在那个推荐序里头 我在写的时候脑袋中就浮现你们的影子 因为我上这个课上的心情非常好 因为大家很捧场 到了倒数第二次上课还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等下人会越来越多 但我先把这个心理疾路比较肉麻的话说在前面 就是你看那个序的时候 我就是其实是要告诉你们 就是说我们要 学习人家韩国人的精神 我觉得亚洲地区 亚洲地区 比如说以中日韩台这几个地区来讲的话 中日韩来讲的话 我觉得日本的哲学程度是最差的 不可思议的差 我刚从日本回来 那我觉得韩国的哲学程度是最高的 不可思议的高 我们全世界 韩国这么小的国家 五千万人口 全世界数得上前十名的大哲学家 居然有两个是韩国人 土生土长韩国人 这不得了 所以你对于哲学这个行业是什么 你得了解上 所以我们感觉上羡慕韩国 其实我们不应该羡慕韩国的整形跟文创 还有K-pop 我们应该羡慕他们的社会上不便对哲学的认知 你看这本书以后你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 你就可以明白就是关键点 所以我讲这话 其实我一直很努力地在做这个推广哲学教育的事情 昨天我碰到一个以前我大学的回来同学在 中央大学教书他来找我 然后我们在一起请他吃一顿晚饭 他从香港过来 然后他对于我在台湾做的事情 他感觉到非常惊讶 他说你就已经放弃了 原来我们在留学的时候的那种 专研学术的领域吗 我说 我说那个 我不要再活在象牙塔里头了 我要让大家有一种 对哲学的进步有一种感觉 那我几件事情放在一起 心里感触很深 所以我就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在留学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的感觉是 每天一吃完饭以后 就静静地走在公园里头 我讨论的是非常深刻的哲学家的理念 然后他一直是不改其乐 那我已经完全转换了 他问我最近的出版东西 我给他看了一下出版东西 他吓了一跳 他以为我转到财经系去了 我就跟他解释一下 就说这个努力 但是我觉得 这个应用这个哲学知识 让它能够成长 所以我讲这个话 在座同学不一定听得很清楚 但是我会发觉 我们这个社会贫穷太久了 我们儒家文化穷了2000年 我们到美国读书 没有人可以离开 搞会计的 搞律师的 搞医生的 搞法律的之外 没有人能够想到 人间还有上千上万种知识 而且他们共同的基础哲学 华人就没有这种头脑 没有这种能力 你知道日本更荒唐 居然把国内大学所有人文科目全部废掉 一度传出这个 我至少在早稻田大学听到的是这个 因为他们是私立大学 他们也不晓得这种事情有多么严重 然后所谓的严重 也不是说我一个人在这边无病声音 而是说这种知识确实是所有学问的基础 所以我就跟大家稍微强调一下这方面的观念 那为什么要讲到这方面的观念呢 我认为除了怀疑论的了解 还有批判性思考以外 还有一个真正的重点 就是要意识到这个历史是可以有阶段性的 我们班上有好多学历史的同学 文史哲同学 我们班上有好多 这个历史中的阶段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我们那个书经当中这个狗日星 幽日星 日日星的这个 狗日星 幽日星的这个观念 这个新的观念就是强调 历史不论长短就是有阶段性的 就是阶段性的 英文叫parodization 那阶段性的历史的话 它有一个好处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让你可以发觉前面一个阶段跟后一个阶段 所以在思维方式有很大的转变 我在习惯性上来讲 因为我教书 我用的方法跟我自己坚守的原则是一样的 我就是用一种非常具有stimulating的方式来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上课都是比较夸大的 我绝对是讲了affirmative sentence 我totally negative sentence 好 那同学要了解 因为我只有这样子 你才听得到东西 你才记得我 我说过什么就什么 然后你会发觉我不认同他 那我就反对他 我认同他 我就乖乖地听话 就听他上课的内容 这是学习的一种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 这种style 它在历史当中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不一样 我最近对一个台湾太平岁月70年的哲学发展 我对一件问题非常好奇 大家经常问说 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大师了? 可是我倒过来问 你过去认为是大师的人 他们是怎么上课的? 你知道吗? 我刚好这个年龄 我见过几个所谓的大师上课方式 我都不忍心跟你讲 我比他们辛苦太多了 比他们辛苦太多了 我见过了 因为现在你们年轻人已经不流行搞什么哲学大师 我们那个实在是很疯狂的 很疯狂的 因为我们处的环境很特别 我们处的环境很特别 我们每一个人的那种好坏分的 区分的标准严格 能不能够进大学就是一个标准 能不能够进 没有国立大学的概念 能不能够进台大是另外一个标准 进了台大以后能不能去美国还是一个标准 所以那个标准其实都是很扭曲的 跟教育的本质就很扭曲 所以那个阶段结束了 我们新的阶段才能开始 我们新的阶段开始是一个群雄并起的阶段 因为我有意识的注意到历史的阶段性 过去了 我有意识的 我所谓有意识就是说 我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 从今天开始算100年以后会发觉 这的确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 大家可以慢慢发觉 因为这里面所隐含的因素非常多 那我提到这个部分 就是哲学知识的深化 还有历史的阶段性 就是为了要今天上课的内容做一个清楚的介绍 让大家了解到 我们今天上了《怀疑论》的一个到了Modern Age 有人叫近代性 有人叫现代性 就是近代或是现代的最高峰 《怀疑论》的最高峰 就是我们接下来两堂课要介绍的 一个是迪卡尔 一个是David Hume David Hume 你一定要记住这两个人的名字 你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名字 因为这两个人的观念影响到我们现在 所有的思维的基本状态 影响到我们思维的基本状态 比如说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今天是12月27号基督教的圣诞节纲锅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基督教从一个最保守的宗教 我们前面上过两次奥古斯丁 够保守吧 认为人的内心的心灵当中 有一种眼睛叫天眼 Divine Eye 可以看到Divine Light 他看到那个视觉 那个visual 是属于完全是mental的 这是一种非常保守的思维 为了要加强基督教的神学 基督教的教义本身没有内容 到了过圣诞节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 以前我在欧洲国家住的时候 到了晚上12点做职业迷沙前 在马槽中放下耶稣小baby的时候 然后还要坚持处女怀孕 听起来觉得很奇怪 但是大家也就算了 把他当成一个宗教来信 可是他的教义薄弱 可是大家仔细去看看 奥古斯丁写的哲学内容 没有人可以读完奥古斯丁写的 因为他是超级的polyfic writer 写的东西又多又长 而且都非常精彩 随便抽出一个章节 都非常精彩 但他非常保守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基督教 尤其是新教 非常强调个人 非常强调主体性 非常强调个人的信仰 你接下来的话 你简直不敢相信他们会是同一种宗教 新教旧教之间的差别 你根本 你会觉得非常奇怪 那个整个出现的那种历史的转折 什么东西被怀疑了 什么东西发展了 什么东西转变了 对于我们一个完全没有宗教的民族来讲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什么东西 你想在现在当中生活当中 没有宗教的人是一个多么孤独的人 对不对 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是多么孤独的人 他的内心不可能强烈到 把没有信仰的东西当成信仰来信 你能信什么 你能信什么 刚好相反 我们敦品力学 敦的品是谁眼中的品德 力学 什么样的学问是好的 我连受教育的目的都不知道 爱国就不要提了 爱的哪一国都没人知道 所以这个 这个整个情况来讲 所以 我一直读基督教大学上来的 我一直很羡慕这件事情 然后我家里也从来没有断了信教的 传教的 在美国读神学的 从来没断这些人 我一直用一种若即若即的态度看他们 所以我就仔细地问这个问题 当你对一个信仰产生怀疑的时候 那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怀疑 那非常难的 像我们现在目前为止 当我们怀疑一切的时候 自从三年前经历过了那场学生运动以后 我首当其冲 我开始怀疑受教育的目的 我每天都在问这个问题 没有人可以回答我 没有人回答我 受什么教育 读什么台大 读什么北大 读什么清大 读这些大有什么用 读这个书就告诉我们 读哈佛跟读佛光有什么差别 我每天都在问这个问题 上课我就在问 我私下来问我的家人 然后我问学生 你知道重点在哪里吗? 你知道重点在哪里吗? 我告诉大家 教育 道德 政治跟宗教都是信仰 只要你一怀疑它 它就不会有存在的可能性 你记住任何的道德 做一个好人 服应于道德上的内容 所以说你的道德 你的教育 你的政治 你的宗教 你不可以轻言怀疑 你不可以轻易怀疑 你怀疑以后 你永无宁日 你就可以试试看 你一怀疑以后你就永无宁日 你就完全不能够了解 需要这个东西 拥有这个东西 当它是稳定的时候 它所提供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里头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当我们强调德卡这个人的时候 赫尼德卡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来介绍一下 他的思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引发了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说Modern Age 我们上礼拜讲到Michel de Montagnier 知道他的人不多 把他当成哲学家的人更少 认为他是有价值的哲学家很少 我们很好 在怀疑论的这个课当中 把Modern Age介绍出来 我们说他是一个真正中学中世纪哲学的人 因为他所做的后现代史的批判 在我们今天来讲 过了400年后 上礼拜我在走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 过了400年后 我们发觉 他真的是有一种呈现起后的作用 400年前他就已经讲出来 我们要怀疑科学的主导地位 我们要怀疑欧洲人的主导地位 我们要怀疑人面对动物的主导地位 我们要怀疑人跟人之间理性的主导地位 通通都要怀疑这些 我们对这些问题都要质疑 提出问题 所以他终结了中世纪 那个以人为中心 以这个理性为中心 以欧洲人为中心的时代 那我们今天 要上的课的内容 是真的整个现代性的开始 就是笛卡尔的怀疑论 我上一次在讲到奥古斯丁的时候 我已经留下了一个暗示 一个重要的暗示 我们上一次 在上课的时候 在上奥古斯丁的时候跟大家讲的 C follow song 奥古斯丁说要怀疑 要博导拒绝怀疑论的时候 对 观念 怀疑论怀疑一切东西的存在 包含人 上帝 天 理性 但是要拒绝它存在 就是说如果我会犯错 那么就表示 我有可能 我就是存在的 因为我会犯错 先有我 才有存在 这个观念 这个观念 里面的重点 大家可以了解到 就是说 我犯错了 接下来 这句话中已经包含了 我存在 所以我才会犯错 如果我存在 那我哪来的 我当然是别人所创造的 我父母创造的 我父母哪来的 一日退化去 就有一种共同的力量 所以这个是奥古斯丁的一个 反对怀疑论的一个基本的立场 那这个立场在笛卡尔的理解下发扬光大 所以当我们介绍笛卡尔的哲学的重要性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觉 在现代性当中 最重要的几个概念 第一个 任何事物的政策 必须是来自一个心灵状态的一个认知 而不会是一个外在经验中的认知 因为外在的经验会一旦的反复下去 第二个 心灵状态的认知是你个人的 是你个人的认知 你个人认知 个人主义 那第三个的话 就是 这个人的认知的话 在认知的过程当中 你要有一种确切的信心 要有一种强烈的主体性 所以这三点 心灵是知识的来源 唯心论 第二个 个人主义 第三个 主体性哲学 这是构成了我们现代 所有每一个人身上 朗朗上口 前面第一个的话 是大家发觉 因为有唯心论 所以才出现唯物论的争执 因为有个人主义 才发觉个人如何跟群体相互生存的争执 因为有主体性 才会产生 和客体对主体的压制的问题 这个是在大家身上 都已经出现的问题 我们总是会认为说 我们的社会到底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 我们每天很认真地在讨论这个问题 差别 包含我们 历任校长都会讲说 你在台大读书 以前李士诚 李校长讲得很好 我们是为了 你追求生活的学问 但是你也不要忘了在大学要追求生命的学问 这就是典型的唯心跟唯物 然后你在追求个人的自由的时候 你也不要忘了 个人只有这跟团体和平共处的时候 才有真正的自由 那你在追求主体性的彰显的时候 你也不要忘了 主体性的彰显是为了 让你自己在面对客体世界当中 拥有你自己的观点 那这三点的跟他所面对的东西 没有了解 蒂卡尔 是不可能真正了解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哲学的深化 这个哲学深化为我们的未来 我相信在过来未来的这个几百年内 这几个问题还是一样围绕在我们身上 跑不掉的 包含现在的Internet 在这个Internet的这个虚拟跟真实的界限模糊的时候 大家发觉 大家发觉我们的这个唯心跟唯物的部分 我们的这个群体跟个人的部分 还有我们的主体跟客体的部分 都非常非常的明显 它的这个争议一直不断 这是我一开始称之为历史的阶段性的重要性 所以它最主要是现代哲学的发展 是来自于蒂卡 但是主要是有客观的背景 一个是教会力量的思维 另外一个是科学理性的兴起 我昨天 新鲜来潮在我的专栏中发表一篇有关于比特币的文章 发表比特币文章 我最主要是说 所有人都知道这是 大家很幸运 你们都没有注意到 这是人类到目前为止有史以来最大的泡沫 终于超过了17世纪的黑色云香的泡沫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这个代表说一个新的社会变了 会让一个新型的泡沫出现 所有人都知道泡沫 但是比特币有一度曾经几乎到2万美元 从几分美元变成2万美元 上涨的幅度是什么几百万倍 的这个速度 甚至于没有人搞得听它是什么以前的话 来芝加哥的交易所就让它正式以期货的方式挂牌交易 然后暴跌 可是同学你们要了解 我那个时候讲 我说比特币变成泡沫不稀奇 稀奇的是它为什么会破纪录 那我提出了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科技的改变 第二个原因的话就是我们对于资产的需求 想要买资产的需求 第三个的话 我们对于这个投资上的这个标的的一种追求 一种盲从的心理 所以这三个原因 我只讲前面第一个 我们对科技的话 以往的科学革命 在这个科学理性的兴起的时候 对我们来讲是量的改变 量的改变 可是这个科技的话 到了Internet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值得改变 我昨天上课的时候还问大家 你知道吗 你现在看的电影电视 95%以上是电脑动画做出来的 你感觉得出来它是假的吗 你知道你感觉得出来它就修正 所以现在的科技引发的新的革命 是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革命 然后大家对于这个科技抱于一种 惊奇又乐观的心情 我们是非常 新高采烈的接纳新的科技来临 很像什么你知道吗 很像瓜地喇嘛的印第安人看到白人一样的心情 因为你不认得它所以你产生好感 你觉得它是新的 是好的 这种感觉 没有人知道它是好之外 只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东西 居然能够被在市场教育 而且潮州这么高 那这个的话也就说明了科学理性的兴起 在我看来 在人的历史当中 如果说教会主导了2000年 2017年 如果教会主导了2000年 那科技的话大概还有1500年 要主导我们的生活 所以同学们可以感觉到 因为科学就像一个新的宗教 我在这里面故意对比的话就是要强调科学理性跟教会力量 是一个取代的过程 是一个取代的过程 大家慢慢慢慢会发现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要有意识地改变这个状况 有意识地改变这个状况 怀疑 怀疑这里面状况是不是对的 那从蒙田开始就怀疑到科学理性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好 那这两种力量有各自发展的方向 教会力量视为的话 这个是大家都了解的 就是说 教会力量视为以后 因为原先的神神罗马帝国的话 整个帝国时代消灭后的就是民族国家的兴起 民族国家兴起的话 大家知道 有一件事情 是构成了东西文化一个非常大的差别 就是资产阶级兴起的过程 在这个东方的话 没有一个商人敢称自己是真正的有钱人 没有拿到外国护照以前他不会有安全感 可是在西方的话 中产阶级的力量是非常稳定的力量 是变成了国家 所以你从三级会议开始 有关管宗教的 有关管政治的 有关管经济的 分得非常非常清楚 就是政治社会经济的力量是分得非常清楚的 如果没有中产阶级兴起的力量 那就不会出现城市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一件事情 为什么City这么重要 为什么的话 这个 城市的人口 因为在欧洲发展的制度 他们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Le-Bossoise 但是因为在左派市场下 这资产阶级、资产阶级 汛染下变得非常的否定 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所有我们现在的十一柱形的上层的 evaluation的高级评价 其实都是来自于 middle class中产阶级 城市人的生活 城市人生活的精致 包含道德、包含教育、包含政治、包含他们的宗教 这个大家一定要有一种广泛的设立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 那么新兴中产阶级的升起 使得封建贵族衰败 城市力量上升 那么原有的这个三级会议的结合 取代了原有的政治传统 逐渐发展以经济为主的民主政治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所以大家可以发觉 1215年 英国人搞了这个magna cata 大宪章以后 但是英国产生民主制度的时候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民主的权利 英国的universal suffrage 是到了20世纪的230年代才有 那个比利时我留学的国家 女人有投票权是1946年以后的事情 1946年是中华民国同时女性有投票权的时候 欧洲进步的国家的 你不感觉到很惊讶吗 为什么欧洲进步的国家 到20世纪中叶二次大战结束以后 女性才有投票权 就这么一个基本 这个叫Universal Suffrage 你一定要记得 所有的女性主义都在抗议 他们叫自称为Suffragists 前一阵子有个得诺贝尔奖的日裔的英国作家 长日将近 这是Anthony Hopkins的那个Emma Thompson的河演的 这个电影里面就在演 中间很重要一段是那个大房子 Howard's End 另外一个电影 Howard's End 他们演的电影 在里面就演 就演这个 Universal 那个大屋子的女主人 就是Suffragists 就是女性没有投票权 要求投票权 所以女性主义者 Feminist 但是在那个时代是很有意义的 现在哪有 对不起 还有意义 但是有什么好争的 除了不用当兵爽得要死以外 还可以选择要当兵 跟男性 那没什么差别 没什么特别大差别 但是原来的观念 所以大家要了解 我那时候一直 我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 我就心里有一个疑惑 那个时候一定有一套理论说 人跟人之间 同股不同权 都活在这个社会里头 但是你的投票权是不一样的 靠什么分别 靠财产 城市的人口聪明 受知数高 大家都有这个问题 大家都有问题 大家想想看 如果你考进台大的时候 你的投票权马上增加一倍 你可以投两票 你没考上台大的话 你只有 没考上台大 但有读大约只有1.5票 你没读过大学的话 只有一票 你如果没有读过高中的话 你只有0.5票 你没读过教育 你是没有票 按照这种情况下 大家觉得说 这应该比较合理吧 这应该比较合理 还是比较不合理 你想都不想 你会认为这个比较合理 还是比较不合理 对不对 但是从你的态度当中来讲的话 但是合理的 你认为合理的事情 违背了民主的基本原则 一人一票 你认为你违背了民主基本原则 是合理还是不合理 合理还是不合理 也是合理 那你不是有你的政治立场吗 对不对 那你认为合理的话 人道不合理的话 要让你认为合理的事情就是让 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 帮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人做选择 你是这个态度 对不对 那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你开历史倒车 你走民主倒车 你受教育受了个半天的话 你只会站在你自己的立场讲话 你认为你这样子做 你敢公开写一篇文章吗 你敢公开代表台大财经系发表一篇 同人不同权的文章吗 你敢写吗 你敢写吗 写完以后有人敢跟你出版吗 我告诉你 你写这篇文章比搞台独言论还可怕 你知道为什么 你没有错 我跟你想法一样 关上门我们想法都一样 问题是什么 我们这个论点违反了潮流 就是这个时代的精神 德文有个字叫Xiedgeist 就是讲这个 这个时代精神根本不遵循你觉得合理的东西能够说出来的 即使我跟你相谈甚欢 我们也不会公开讲这句话 为什么 人家会觉得说你违反人民潮流 人家会觉得说你老几 你就读了几个烂学校 你就想出来改变世界潮流 改变理论 你那学校很烂 你那科技很烂 你知不知道 你出了个什么重要的人物 就是为了吃饭而已 骂了一文不值 得不偿识 没人会做这个事情 所以大家 我跟大家讲这个观点是要告诉大家说 整个历史的潮流其实是最重要的 那科学跟教会的不同 关键就在这了 就是一个怀疑与确定的不同 科学鼓励怀疑教会宣称真理 然后科学讲求几率而教会强调绝对 科学没有办法讲绝对是什么的 科学鼓励批判以求知识的进步 教会着重天启认为真理是感动下的结果 这个基本上的态度 所以说这个时代的转变非常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 今天到了今天 你看 你看今天 台湾是全世界少有 大陆也差不多了 台湾是全世界少有的区域 圣诞气氛是零的 我刚从日本回来 日本人不信基督教 但是圣诞气氛是100% 满地都是圣诞数 人家大陆比我们进步 人家大陆的神 毛泽东是12月26号生的 人家就不管是圣诞还是毛蛋 其实对他们来讲意思是一样的 我们这里的话 圣诞节假装不过 还好我们现在没有外商公司了 大家刚好就在自己 就完全 但是这个宗教上的认知 跟我们科学理性的认知 是有很大的冲突的 有干戈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差别带来结果是教会的力量逐渐没落 最终被科学理性中 最不受管制的个人主义所取代 好了 这是发生的现象 蒙田的观念也是不受管制的 个人主义 那么科学的兴起 原来在非道德力量的推动下 并没有带来教条式的价值 科学的兴起 为什么科学没有带来教条式的价值呢? 很简单 科学就是以怀疑为主 科学为什么以怀疑为主? 因为科学追求的是进步 而且因为在科学在追求进步的过程当中 任何阻挠进步的力量都会马上快 很快被检讨出来 大家会发觉 比如说大家会觉得说 为什么十五世纪的中国科学很进步? 后来变成全世界最落后的地区 因为不发展科学 而且就是强调教条意识形态 为什么阿拉伯世界的话呢? 在第十世纪以前巴格达的图书馆 是保留了所有希腊科学的主要的保障 后来居然裹著目前不会进步 因为意识形态挂摔 很多人都会这样解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晓得大家 我举个例子 因为我原来在台大是教科学哲学的 教科学哲学的话 所以这一部分我都朗朗上口 可是我后来发觉 什么样的学问可以挑战一切阻挠进步的因素 像科学一样持续发展 什么样的学问 我找到了 财经哲学 在市场的财经哲学就是这样子 他讲的重点是赚跟赔 他才不管你任何其他的原因 只要能够让赚钱就像是进步一样 他就会探讨这个原因 这个态度听起来很铜臭 但是他的态度很积极 任何一个人只要宣称他稳赚不赔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是骗子 就像任何一个科学家讲说 只要我做出来的东西一定具有原创性的 大家知道他骗子 为什么 因为整个进步的过程是属于共同的理念 没有不可能属于哪一个人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发觉整个科学时代 就没有教条化的危机 到今天来讲 到今天来讲 没有人会以拥有什么样的产品而洋洋自得 都是想尽办法 要做进一步的突破 要有新的技术 为什么要上市 上市要吸引资金 吸引谁的资金 吸引认为你公司还有前景的资金 所以有很多的评估公司 分等 等级公司 所以在这种认知上来讲 这个里面非常多的 在非道德力量的推动下 没有带来交代 可是在应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 那么科学成为生产机器的基础 也就是应用科学 成为现代的新价值 那么因为这些因素 导致现代科学长期以来 一直是为了个人主义 以及主体性哲学的发展做准备 这个是我的一个历史论述的一个具体内容 就是说 我们的社会发展走在我们的前头 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非常特别 如果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非常特别 我们这个社会整体来讲缺乏一个论述 每天打开报纸上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种 一种极度的焦虑感 我们国防部长最近发布了我们的国防报告书 如果事情真的发生 恐怕是人类有史以来最 延迟最长久 人数参与最多的内战 可能 有可能 所以说大家就会发觉说 我们这个报章杂志报道内容 缺乏一个论述 让我们整体理解 我们到底活在一个什么时代里头 不想这种问题还好 一想这种问题发觉 确实是一个 我们社会中没有办法解释 在大家讲说我们要做一个正常国家 怎么做一个正常国家 你每天在报章杂志看到的消息都是 都是这种毁灭性的消息 这个其实对于任何人来讲的话都不是很健康的 但是 在中世纪结束的时候 欧洲地区因为伴随着科学理性的发明 个人主义的兴起 主体哲学的兴起 所有的现象都已经发生了 像蒙田的出现 大家缺乏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础 蒙田讲的东西 上礼拜我们讲的蒙田东西都非常好 跟今天讲讲很对 但是它缺乏系统 他只有怀疑 没有系统性哲学 所以大家有一种 有一种outcry 有一种 有一种这种 就是说something should be able to be emerge 就是有一种感觉让我们通盘了解 我们到底活在什么样时代的这样的哲学 让大家突然看到那个光照亮了路的这种感觉 否则的话 我们在今天混沌无知的情况下 同学们不要觉得说我在这边无病呻吟 我要强调的重点是讲的都是事实 我们这个社会的哲学家欠我们所有老百姓一个论述 为什么我们活到现在这种状况充满了矛盾 就是假的 没办法真实 有的人会认为说 这个没有办法真实的现象 来自的主要的原因 所以我们活在一个很无奈的环境 错了 不是无奈 是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缺乏一个论述 让我们了解 所以我觉得 一般同学可以知道这个问题的迫切感 这个问题非常迫切感 不会例外的 没有人例外的 在台北市 我们做过统计 常驻的有一百万人有美国呼召 这种人他没有迫切感 但是他也没有参与感 我们有迫切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参与感 我们参与这个环境 我们认为至少我要把这个话说出来 在通知教育当中 我们同学会问我 为什么老师 为什么你一天到晚 对于哲学不能够深化这件事情耿耿于怀 我说因为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一个论述 一个合理的 一个理性客观 而且具有普遍性的论述 告诉我们现在生活的情境 我们面临一个极大的转环 全世界面临一个转变 整个亚洲地区面临转变 台海两岸之间面临转变 我们需要一个论述 让我们能够 不但我们被说服 大陆同胞也要能够被说服 全世界人都要能够被说服 我们需要这个东西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这个新的时代 对我们来讲 他创造的这个题目 没有办法好好发挥 太可惜了 所以在欧洲的时候 同样的情况发生了 从笛卡尔开始 大家要知道 欧洲第一个靠哲学吃饭的哲学家 就当哲学老师 有哲学教师的概念是从康德开始 康德是到了快19世纪的时代的人 康德重要的书都在19世纪初出版的 我们现在讲的是17世纪的人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哲学教师 其实笛卡尔是军人 所以笛卡尔 知识确定的基础 来自于主观认知的诉求 并且将主观认知下的清晰与没聊 当作真理的标准 原来在那个时代 因为你现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听起来没有任何意义 可是原来真正认知真理的标准 是教会的客观事实 圣经里面介绍说 God has done the word by two works one by his works the other by his words his words is the holy scripture his works is the earth 整个地球来讲 上帝所给的一切就已经是客观 没有主观智慧的余地 笛卡尔提出这个观点 说主观认知下的清晰与明聊 clear and distinct ideas in my mind 就是知识的标准 所以这种个人主义跟主观诉求的知识标准 形成了现代哲学的主要特色 也为科学跟民主铺下了重要的历程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 为什么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时候 我们只会附会的讲科学跟民主 我两年前 两年前 三年前 我到了安徽成都秀的墓上 看到两块大石头写了民主跟科学 我了然于凶 我知道磕着两块石头的人 根本不知道那个背景 因为科学跟民主 根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怎么会放在一起 我们都会觉得有科学国家未必有民主 有民主的国家还不一定有科学 那为什么会放在一起 原来在讲的是一个历史 在这个历史的时代当中 个人主义讲的是科学 然后这个主体哲学讲的是民主 是这样子由来的背景 那这个部分当然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基于这个缘故 把基督教的部分拿掉了 剩下的两项就是民主跟科学 很自然产生的 这个是人类从希腊时代 一直非常重要的一个文明 但是我先跟大家强调 民主制度并不等同一人一票 他们这边讲的民主是 是讲到资产阶级的民主 城市人口的民主 那边原来讲的科学的话 主要是强调 原来是讲到科学的理性的应用 不是单纯的讲应用科学 那这两件事情的理解 所以在世界上非欧洲的地区就出现了很大的差别 所以说民主科学来自同一个源头 就是应用科技的结果 这是我的解释 这是我的解释 笛卡尔的这个主要的哲学 我把它归结为三个部分 一个就是告别旧时代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然后迎接新科学 那怎么迎接 用方法去证实知识是一个重点 那么这个同学们可以把自己本身就是想一下 告别旧时代是一个很明显 但是旧时代影响了我们 并不容易 在禽塑我们的过程当中 deformation 这个是没有什么 就不可能有断裂的 其实在意识上有断裂 但实际上也受到影响 所以我已经现在上上礼拜前 提到这个奥古斯丁斯帮大家已经强调了这个重点 就是如果我会犯错 那我就存在的这个观念 那迎接的新的科学的话 就是笛卡尔是一个科学家 解析几何他发明的 把这个几何学跟代数学结合在一起是他发明的 天文学当中有个Voltek Theory 现在我们整个这个天文学当中用的是Voltek Theory 我们以前是觉得说是地球在中间 还是太阳在中间 因为地中论日中论讨论半天 后来发觉其实都不是 整个宇宙是各式各样的漩涡 各式各样的漩涡 这叫Voltek 这个是笛卡尔的这个天文学的理论 所以说是有非常多的 他是一个非常多的科学家 所以他的传记很特别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如何要证实知识 为什么要证实知识呢? 因为大家要知道 我们通常知识来源的话 一般人的知识的来源绝大多数是信念 We believe that it is true 就是说我们在哲学的知识讨论叫做 justify the true beliefs 就是说当你有信念 这个信念的话能够被证实为真 justify the true beliefs 才会叫做知识论的证实 那这一点的话就是构成了所有长期以来的困扰 就是你的信念 在座的人都知道你的信念来自于你的传统 你的传统的话的散播的单位是你的家庭 你的家庭的话不断的灌输的结果 像大家认为说百善孝为先 真的还是假的 很多人觉得怎么会有这种问题 但是即使你认为是假的你也不敢说出来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是我们的信念 所以说这个问题的话很特别 所以说要摆脱旧社会的话 那么就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 你相信为真的东西 是不依靠传统 不依靠习惯 也不依靠你的信念 而是他的的确确本身就是真实 就是迪卡尔用了一个很重要的字叫 clear and distinct ideas 就是说确确实实认知他为正的这个观念 就是跟大家所讲的很不一样 那么迪卡尔主要是活在17岁 他的命并不长 他很特别 他的主要的身份是军人 他是出生在法国境内的一个小镇 Duhan 那么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接受耶稣会的教育 那么这个信奉天主教 为什么特别强调他信奉天主教呢? 因为迪卡尔在谈到人的身体跟心灵区别的时候 他在心灵上认知是人有灵魂 认知人有灵魂 这件事情对他的帮助很大 对我们的理解也很大 因为我们在讲到奥古斯丁的时候也特别强调 人在真实的认知当中 需要依靠的是一股灵魂的力量 那么因为有宗教的背景 那迪卡尔主要的兴趣也在数学以及物理 许多欧陆以及英国的思想家 也都在这两个领域中大放异彩 就是在那个科学的时代 大家在认知到整个这个科学 大家知道迪卡尔的基本身份是军人 然后他住在荷兰 1629年到1649年 荷兰在17世纪是自由出版的乐园 迪卡尔充分地享受了这份自由 这个我太清楚了 因为我在别历史读书的时候 荷兰就是远比其他的欧陆国家要自由 你知道荷兰的自由受到全欧洲国家的景仰 这个光荣革命 大家知不知道荷兰的主修队为什么穿橘色的衣服 ORANGE 因为荷兰最了不起的就是William of Orange 这个William of Orange就是这个 不过话说如此 这个2018的在莫斯科的世界杯足球赛 是看不到荷兰队的被淘汰了 但是荷兰的这个橘红色的足球队是很有名的 然后这个1688年的光荣革命 英国人怎么样解决革命的 在荷兰请了William of Orange去当英国国王 就是进步到这种地步 他们的贵族请去当英国国王 所以说是产生 所以你到了荷兰你可以发觉 它真的是一个相较于欧陆其他国家是非常自由 其中最自由的是自由出版 可是后来 因为荷兰的这个自由出版的话 是相对于天主教的环境 后来对笛卡尔这个无神论的观点 无神论观点怀疑 大家都知道我是故我在 那个我在的话是先于上帝的存在 上帝是人所创造的 怎么有没有比这个更亵渎神灵的 所以说在这个观点上 后来这个到了1649年 这个笛卡尔受到了 他的哲学作品受到更自由的北欧国家 瑞典的克里斯蒂娜的这个青睐 所以跑到瑞典去 去了以后不晓得怎么缘故 就第二年就死掉了 我还买了一本笛卡尔死在斯多哥尔摩的骨灰 后来藏在哪里的书 讲得不明不白的 不过很有意思就是 所以笛卡尔画的 活了就50多岁 年龄不长 但是作品很多 那么我们现在讲一下笛卡尔的这个哲学的工作在做什么 为什么他构成了我们怀疑论当中这么重要的角色 那有关于历史的转折的部分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现在的话要跟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说我们每一次谈到真理的时候 都是希望能够以数学作为基础 以数学作为基础 发展一个全新的科学系统 那么这个对笛卡尔来讲的话 他真正的伟大的地方是在于 他自己像自己 因为他做梦的时候 他号称做了三个梦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梦里的世界跟梦外的世界 有没有不同的地方 梦里跟梦外有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说这个是他那个时候的相信 如果说梦里的世界跟梦外的世界没有差别的话 那我们要靠什么来验证真实 那么这个虽然他并没有完成这个验证真实的这个计划 但他对于数学 解析几何学 Voltax theory Warshan理论以及物理学中的机械论有很重要的贡献 他一生主要关心的议题 最关心的文件就是知识的政程 他写了一些指导原则的书籍 另外的话 我们在这里要介绍最有名的书是 Meditation of the First Philosophy 这个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那笛卡尔直接点出一个 关于当时所有哲学跟科学都会遭逢的困难挑战 就是如何获得百分之百确定的知识 就是说大家可以感觉得到 可以感觉得到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 就会出现两种面对知识正程的态度 一种是诉求信念 另外一种是诉求成果 诉求信念就是我相信 我认为 我坚持 看成果的话 像工程师 我说100年不会出事 然后高铁继续跑 跑到99年 到了100年以后才放心下来 那么就说不出事 果然不出事 就真的不出事 所以一个科学的应用 一个是透过信念 两者讲起来 两者讲起来 大家不要误以为前者力量一定比后者弱 你错了 因为有的时候信念的力量确实是还蛮大的 那不过不管怎么讲 迪卡尔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改变了哲学的风潮 改变了对待哲学的态度 所以出现了很多基本上的转变 那么有关于如何获得百分之百的知识问题 在欧洲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 像有霍布斯、嘎山蒂这些人物 讲到霍布斯跟嘎山蒂 这些人物他们最主要 他们都是唯物论者 机械论者、无神论者、决定论者 甚至于是原子论者 他们基本上就是这些人 所以后来大家认为科学家基本上的信念 都是比较偏向于唯物的思维在这边 那么我们做了一些铺陈以后 就要强调一个迪卡尔自己个人的受到影响 他受到士林哲学的影响 士林哲学就是基督教的神学 跟亚里斯多德哲学的结合 我们叫士林哲学 那么最重要的地方是对于灵魂所抱持的态度 心物二元论是 是迪卡尔的思想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 迪卡尔的观念是认为说 人就是由心灵跟身体所构成的 心灵跟身体 那么心灵的话 就是说迪卡尔的认知态度认为 人心灵有自己独立的生命 身体有自己独立的生命 让他能够接受人不同于动物的观点 因为人有心灵 那么迪卡尔并没有提出详细的论证 但是这种论证 人的心物二元论非常符合 我们一般对于常识的看法 所以说变成了后来哲学发展中非常重要的议题 我们今天不会提到这个议题 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这边讲的自由意志跟决定论的问题 每个人问到自己是不是自由的时候 就会很困惑 我到底是自由的呢 还是不自由的 我今天坐在这边是不自由的呢 还是自由的 我可以站起来就走 但你会站起来吗 是什么因素让你站不起来的那些因素 确实是哲学当中很重要的讨论 那么我用一句话 我曾经帮一本书写过一本推荐序 不过这本书的书名吸引很多人 就是你以为你的决定真的是你的决定吗 你以为你的决定真的是你的决定吗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大家会发觉说 人活得很无奈的主要原因 并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很无奈 而是因为我们依附在外在环境的同时 又没有办法不跟着外在环境一起进行创造 所以我们等于变成了外在环境中的一部分 这个问题的话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 人为什么会怕死人 狗不会怕死狗 就是说人会怕死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活在一个由人跟人 人际关系所构成的一个符号世界里 脱离这个符号世界我们一无所有 所以对于我们陌生的东西我们会感觉到害怕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才会有类似的问题 人本身一定是个二元的动物 他活在自然里头 又活在人的所创造建构出来的社会里头 也就是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心灵 这样的区别 所以说这些其他的部分的话 我们都不做深入讨论 我们只问一个问题 知识如何确定确实被证成没有错误 那么在不预设任何基础的情况下 迪卡尔延续了中世纪经验哲学的风格 什么经验哲学风格呢 因为大家会发觉这个经验哲学 也就是说是你在中世纪当中 最重要的问题是问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 那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的时候 士林哲学的一个方法是用 要证明上帝存在的话 就是要找出最合理的解释 最合理的解释是使得一切得以存在的原因 那么对于迪卡尔来讲的话 那么这个问题它扩大到 不谈上帝是否存在 而谈知识是否存在 我怎么知道我现在认知的东西是真的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样确定 我现在认知的事情是真的 比如说我怎么知道我叫怨举证 我怎么确定 你问我怎么知道我叫怨举证 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我父母给我命名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并不知道 但是我叫怨举证 完全是因为依照习惯所产生的吗 还是说因为依照其他 其他是什么 所以说 迪卡尔他不教授 我们从这个 我们哲学界的发展 我现在跟大家先讲一下 这个我当初 接触到迪卡尔哲学的时候 我最震撼的事情 一个哲学小故事 我在比利时鲁温大学读书 我们那个学校是全世界最特别的 我们那个主要的教学语言有两种 我是1983年去的 我们那个系是1976年以前 法文的哲学课跟荷兰文的哲学课 荷兰文很像德文 是放在同一个大楼里头的 所以我过了三五年后 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这个教哲学史有两种风格 如果用荷兰文的话是德国风格 就是从希腊哲学像我们这样的方式 一路讲下来 我后来博士是在荷兰文的 和语区里面拿的 所以我这个比较传统 大家都知道就是 一路下从泰利斯开始 讲到先书哲学 就像我们上课一样 然后呢 法语区 同一栋大楼法语区同样上哲学史 他们的第一课就是迪卡尔 第一课迪卡尔 然后就开始 他们上迪卡尔开始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先讲一个故事 就是人在大海中茫茫航行 要找一块陆地 然后到了迪卡尔的时候 是那个船撞到礁石 碰到陆地的那一刹那 就是要找一个基础 就是开始 然后把所有哲学史当中 别人拿出来的东西拿来马上怀疑 你说地球是水座的 那是what is 对迪卡尔来讲 这都不是重点 是水也好 是气也好 是变动也好 是概念也好 都不重要 重要是什么 重要是how do you know 完全不同的发问方式 gomo je le say 你知道 所以那个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当然都是讲荷兰文老师 他们上课的时候看到隔壁的 同样在上哲学史的第一课 他们这边的话就听老师讲课抄笔记 就是这个世界有什么构成的 什么什么讲一大堆希腊文 然后隔壁的访文班上全部 每一个人都在问 你怎么知道水做成的 然后给一个答案 给他看的话 这个答案本身来讲的话 牵涉到什么样的问题 它怎么可能是这样子 你怎么水做成的 因为各种东西摸水 然后旁边人拿起一块石头讲 你说这个石头会是有水的吗 就是这样子 每个人每个人都这样子 一直不停地 后来发觉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我告诉大家这个故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改变了我们发问的状态 所以同学们要了解 同学们要了解 你认为像我们现在上课死气沉沉的 大家都是不晓得该怎么办好 那老师很努力 像牧师一样在这边讲道 讲道理了 大家听了觉得很好 但是没有一个人举手 没有一个人发问 没有一个人问 老师你怎么知道这些东西 你怎么知道这些东西是真的 老师你讲东西你有准备吗 看起来你好像没有准备一样 没有人发问 没有人challenge 没有人质疑 没有人有感觉 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在上这个干嘛 可是在那个 我跟你们完全一样 我在荷兰语区上课的时候 就是老师讲课 我们甚至还有同学 加拿大同学一来穿着很帅的皮夹课 问老师 I don't understand 那老师说 Did I say that you will be able to understand? 他说OK Good 都还有出现过这种问题 可是法语区完全不一样 后来你到了美国去上课 我在美国教过书 一个一两个礼拜 我跟大家聊都过 美国都不一样了 美国完全是法国迪卡尔那一套 完全是任何问题 你根本不要告诉我哲学什么东西 他根本不教哲学什么 他完全是主观 而且持续发问思索的方式 将理解的内容传递给读者自行进行思考 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开始很感慨讲说 我们的哲学是不会进步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教跟学的人 完全受制于一种固定的 What is that? 这种新闻 What is that? 的这种心情 没有问那种 How? How do you know that? 没有这种习惯 我们上课非常authoritarian Dogmatic 没有真正的人去觉得说 老师你怎么知道 老师为什么这样 没有 所以我们上课当中要整理一套资料 好 所以迪卡尔哲学完全以主动的理解与认知为诉求 那么这个大致上决定了现代哲学的风格 其中最重要的科目就是知识论 知识论完全就是 知识论里面内容不谈那个历史的 只要问你如何正诚知识 完全是 你怎么知道你现在喝的东西不是化工产品 凭你的感觉吗? 凭你的价钱吗? 凭你的平常的习惯性的认知吗? 这些凭感觉、凭价钱、凭认知就够了吗? 像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说整个现代哲学的发展的过程 从迪卡尔开始就出现了根本的转变 所以说这个迪卡尔的贡献 发明解析几何 在科学方面重视光学 身体结构认为是心灵跟身体二元论者 这个心灵跟身体的二元论者的立场是这个样子的 我这个诉求于大家的常识 就是我们身体独立运动完全受制于物理法则 我以前在家有晾衣服的时候挂毛巾都用跳的 然后有一段时间突然发觉 一跳 吓不来那种感觉 整个人弯掉 后来我太太讲说你甭跳了 你还是拿着竹竿撑上去 那以后从此就发觉自己身体受到物理的影响 但是脑袋中完全不受影响 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我觉得它越来越好 好 那么灵魂在脑中的位置也很明确 笛卡尔认为灵魂在脑中还有位置的 所以说这个 心灵跟身体的互动是笛卡尔哲学中的问题 那么也是使得我们会 我一开始强调说 到底是唯心还是唯物 对笛卡尔来讲 构成了现代的一个心的一个争议 因为它没有这个问题 它把它分开的 对吧 心 心灵会影响到身体 身体会影响到心灵 所以说我们会觉得说身体跟心灵会有影响 但是 身体跟心灵的接触点是不一样的概念 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这是笛卡尔留下的问题 好 这个19年 这个才20出头的笛卡尔 他晚上做了几个梦 这些梦 改变了他的一生 也改变了哲学的发展 他问梦里跟梦外 有没有客观的标准可以区分他们 你觉得有没有 看一下 有没有 梦里跟梦外 梦里跟梦外 有没有客观的标准可以区分他们 梦 好 算了 算了 我问你 每个人都有做梦经验 对不对 班牙同学 你是心理系的嘛 对不对 我问一下 你有做过梦吧 做过梦 对不对 你做梦的时候知不知道你在做梦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你呢 你在大陆做梦的时候跟在台湾做梦 知不知道你在 知道 你在梦里的时候知不知道你在台湾还是在大陆 知道 睡觉的时候知道你在做梦 不是你做梦的时候知不知道你在做梦 原来一直蒙点头后来又变成不知道了 你呢 分梦 不同的梦的时候 有的时候知道的时候不知道 有没有可能知道你在做梦 有的 有曾经做过梦的时候有的时候知道 但是有的梦 大多数的梦是不知道的 你呢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梦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梦 有的时候我做噩梦的时候 我就会突然想说 不可能发生 没这么倒霉 我也是用这一套 我也是用这一套 因为我发觉说开车开车 突然掉到雪岸上 我说 那明天作业都不用教了 没那么好的事 这一定是梦 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件事 你知道吗 如果你在做梦的时候 如果你在做梦的时候 你会有感觉嘛 对不对 嗅觉 味觉 触觉 视觉 跟听觉都会有 你知道吗 我们可以梦到声音的 你知道吗 你可以梦到声音 你梦到有人在唱演唱会 对不对 你可以梦到声音 你可以梦到 你可以梦到 我跟你讲 一个非常奇怪 你梦可以梦到触觉 你知道吗 可以梦到触觉 我问你 你梦到你看到的东西 你用视觉看到的时候 你看到东西的时候 你当下你不可能知道这个视觉是梦里的视觉 现在我看到你们是梦外的视觉 有没有这种区别 你觉得这里有没有区别 梦里梦外有没有区别 有没有区别 你知道答案 你觉得呢 你觉得梦里梦外有没有区别 我们没办法区别 但我们只好跟你说梦里的东西也是 只好是有依据 梦里的东西是有依据的 就是因为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这个意思吗 你有没有可能梦到你完全没有经验过的东西 太多了 大多数都是没经验过的东西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为什么这是一个有关于改变哲学的问题 因为我们很不愿意承认 我们没有能力区分梦里跟梦外的差别 标准不在 为什么 一句话大家就明白了 因为我们是透过感官知觉来认识这个外在世界的 感官知觉就有五种 嗅觉、味觉、触觉、视觉跟听觉 这五种感官知觉 跟各位同学强调一个重点 是我们梦里头 所有认知梦中事物的 基本的能力 跟外在世界 认知外在世界的基本能力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 梦里梦外根本没办法区分 如果做梦当下的人 是没办法区分的 Matrix当中讲的世界 你知道吗 就是骇客任务演到第三集 没办法再演下去了 为什么 进入了笛卡尔的陷阱当中 因为如果你在于用感官知觉来复制 用数位化的思维当中 那个世界当中会有它自己发展的方向 到最后只有变成机器人跟章鱼在打仗 已经变不出来什么 因为你不可能 如果你碰到界限 你所有的电影当中演的内容就已经出现了大问题 如果你没有界限的话 这个用感官知觉的世界可以无限延伸下去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就是说你按照笛卡尔的理论来讲 人的大脑只要能够运作 根本不要身体的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哲学有一个论述叫统中之脑 把你的大脑拿出来 养在一个浸浴罐里头 给你接上所有的线 给你所有的projector 让你感觉上 让你很有成就感 就活在这里头 像骇客任务一样 完全一样 你根本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的痛 你不知道你的苦 你不知道什么 可以完完全全地生活下去 还创造一种感觉 让你一出生发觉你长得跟威廉王子一样 后来发觉哈利要结婚了 你还决定考虑要送他什么礼物 跟一模一样 你都可以制造这种感觉 你知道吗? 各式各样 然后还可以开公司 叫做人生选择公司 你要选择当英国王子 还是当阿拉伯王子 还是当马来西亚王子 随便你 各的就各好了 然后主要唯一的差别是你的大脑拿出来 身体就丢了 就改变命运了 一模一样 你不知道假的 这叫Experience Machine 就叫做经验机器 真的有这种Thought Experiment 有这种思想实验的 你会不会加入? 变成公司的顾客 第一个来免费 你会不会加入? 你啊?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 要讲多少次 我们上课就是会跟不会 这样才有讨论吗? 可能不会你要骗谁啊? 对不对? 会不会 变成不会了 你了 你会不会? 不会 但是理由是 你会不会? 这么坚决 好 你图个什么? 改变命运 选择命运 觉得活得没意思 体验看看 不是 你没有回头路 什么体验看看 整个身体都丢掉了 只要大脑拿出来体验看看 大脑再拿出来的话 完全就是留在那种阴烂的 跟炎灰一样的生活 你会不会? 人女同学 但是现在生活并不快乐了 你会变成丹安娜王妃多好 而且不会被撞死的 后来变成天使 生在天上 多好 好 这个在我们哲学里面的争议 这是很有名的 Brain in the Vat 很有名的例子 就是迪卡尔哲学所衍生出来的问题 所以他这个很丰富 但是我们 我们不讨论这个颜色的部分 我们只是问他们说知识的基础在哪里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讲用蜜拉来做思想实验 它的甜味 香味 感觉 温度 拿着拿着手指头敲的会发出声音 接近火的时候 味道 颜色 形状 大小都消失改变了 变成液体 也难以抓住 那这一些的改变 如果可以复制的话 那么我们用感官知觉就没办法作为认知的一个基础 所以说 我们到底是对于外在世界的认知 如果是透过感官知觉的话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确定外在的认知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对迪卡尔哲学 因为我们在外在的掌握的东西当中 有可能出现改变 有可能不一致 所以我们的这个感官知觉是有问题的 我们必须要用心灵的力量 来告诉我们什么事物真实的展现方式在这里 而不只在我们想象中那样 所以梦告诉我们 许多我们看得到的事物都是在梦中复制 例如说飞马来自我们看得见的鸟飞与马行这些地下 因此在事物的本质中 那些以数学表现的树木、大小、外形 比起特定的事物比较不容易出问题 这个大家就会慢慢发觉说 你必须要想一下 想一下才知道 你光看感官知觉的话是很不一样 很容易被骗 被蒙蔽 人是一个不愿意被骗的动物 人不愿意被骗 所以因为人不愿意被骗 所以人对于真实很在乎 人对于真实在乎到什么程度呢? 他会要求100%的真实 所以你求真的话是求100%真实 而笛卡尔这种追求100%真实知识的确定性 讲的并不是一个哲学的要求 而是一般人的正常的想法 每个人都知道你认了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对你讲了100句话当中 只有两句话是假的 其他98句都是真的 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了 但是你会觉得这个很不够意思 你会觉得你很在意 所以人追求100%的确定性是很自然的情绪 而并不是一个哲学的标准 而哲学的标准只是告诉你说 你有这个自然情绪 但是你绝对做不到的话 你会觉得很遗憾 你会觉得很遗憾 现在你要知道 我自己对这种生活当中是有一套理论的 我对于朋友之间会绝对100%的真实 已经完全不抱希望了 我现在 所以我基本上 我跟热口人聊天 永远是非常轻松与对 都是笑话 我根本不在乎 I don't care 我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觉这种100%的真实非常难 我唯一的话的沟通对象 一个太太 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他们说谎话 我也认命了 就无所谓了 另外一种不care 但是人跟人之间的交往当中 对于没有真实这件事情来讲 就像我们上《怀疑论》的课当中一样 因为所有的真实可以被怀疑 所以先承认没有真实 是一种极度的遗憾 对不对? 是一种很重要的遗憾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DKR的问题 其实是非常入室的 实际的问题 好 那么要怎么样呢? 只有代数跟几何 解析几何 DKR的发明 完全没有涉及特定的事物 所以比物理学跟天文学更为确定 其实在梦中 这些知识依然是真实的 到了这个就在读DKR的meditation的时候 陈思路的时候 陈思路的过程是一种自我对话的过程 他突然 大家都讲无日三省无声 当你在自我对话的时候 突然问他讲说 我们可不可以讲说数学知识无误 突然就问了自己的问题 数学知识有没有可能出现错误? 你认为数学知识有没有可能出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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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发最长的 你认为数学知识有没有可能出现错误? 没有可能对不对? 没有可能对不对? 你刚刚好像是说有还是说不想理我? Leave me alone 有 所有人都说没有 只有你说有 你知道吗? 我本来真的不想吵你的人 因为我知道你言语有障碍 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 因为你是唯一说出有的 我再问一下 认为数学有可能出错的举手? 数学系的 你不用觉得他 你说说看数学为什么有可能出错? 你也认为数学有可能出错 好 你们两个作为代表 你说说看 就现在有好多在论证以前的认为的真理 但是他们 数学真理 对 出错了 对 你说看 men are fallible man made construct can be fallible man is a man made construct and ergo can be fallible Can you speak slowly? I understand but not everybody here 他说 man is fallible so all the man's constructions are must be fallible and the mathematics is what the man constructed so must be fallible 这个只是逻辑上的推理 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重点是说 真正的重点是说 在17世纪的时候 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回答了 因为数学是系统论 有不同的信息 欧是几个学跟非欧几个学 就看到的完全的空间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你说对错之间的话 是相对于那个公理来的 对不对 你是不是也是这个想法 还是说你认为数学根本就是错误 好 那 可是迪卡尔那个时代的时候 他对自己做了非常严格的检讨 就说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外在的力量 让我们思想想法都这样子 我上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的课程是当时我们鲁文大学的副校长在教这个课的时候 他表现得非常激动 他说 2 plus is 4 but now it turns out to be it should be 5 and that's evil a devil urge me to think for 4 我后来我写论文的时候 我用到这个例子 我刚才讲 我说一对怀孕的妇女跟另外一对这个刚新婚的妇女 他们四个人约好出去玩 然后出去 然后第二天住完一个旅馆以后 第二天早上生出了一个小孩 变成五个人出来 四个人进去 五个人出来 这是我想到的唯一的理由 可是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迪卡尔要在问 你要最严格态度 我们有没有可能被骗 事后证明 在他提出的观点的300年以后证明 数学是有可能出错的 有可能出错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眼睛看不到 我们看不到的空间 这Einsert看到了 Einsert看到 但是他没有提出这个数学理论 这个数学理论非欧几何学不是他发明的 我们两点之间最近的距离是一条直线 这个公理系统构成了欧式几何学的系统 但是这个系统万一被打破 这个公理万一被打破的话 那个情况就不一样 数学有可能出错 所以说数学这种形式知识上迪卡尔提出他的恶魔论证 我们不能够排除数学这种形式 依然有可能是恶魔误导我们思想的结果 那么这种想法当然非常疯狂 可是我仔细想一下 我可以告诉大家它的用意在哪里 它的用意是要告诉我们 凡是你相信的东西 只要有任何外在的因素 它就有可能出错 比如说你在数学推理的过程当中 所有的人都会问一个问题 你们刚刚那几个说数学不可能出错的原因 讲到数学不可能出错的部分是它的推理 不是它假设的那个功力 任何人都知道数学假设的功力 是dogma 是一个教条 对不对? 你不可能不知道这个 对不对? 那你这个功力本身的可证实性是学而不论的 那对笛卡来讲的话 这个功力产生的过程 按照几何学来讲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经验看到 两点之间最近的距离 确实是一条直线的情况下 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这是外在的认知 这种外在的认知 有没有可能是错的? 有可能 有可能 只是说 因为它只要有可能的话 对笛卡来讲的话 只要有可能是错的 就不满足于他所要求的100%确定性 那么这个怀疑论的应用 是一种方法上的应用 这种疯狂的怀疑之后 不是 所谓的疯狂 也就是说这种极度的怀疑下 最后剩下的 那个没有办法再怀疑的 就是最真实的 对不对? 这是它的一个方法的应用 就是说 这叫做 就闺谬法了 把所有的荒谬的地方全部去除掉 这就是无论恶魔多厉害 如果我不存在了 他就无从欺骗我 就是一样 就是奥古斯丁那句话 如果我都不存在了 恶魔再厉害也没办法欺骗我 这个道理就发生在这里 就是Sitha Loisum 这一样的道理 所以说 我可能没有身体 但是我思想却决定了我存在的事实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我刚刚跟大家介绍那本 韩国人写的叫蔡社长 这个蔡英文的蔡 社长 董事长叫Satung 他说 我思 故我在这句话 后来笛卡尔在修正的时候 他把故字拿掉了 你看 我思 我思 跟我在 中间没有 故 那一般人的话 哲学程度不高的人会觉得 我是故我在 那个故字 Therefore 就是有这个因果关系的保证 所以因为我在思考 所以我在存在 感觉上非常合一逻辑 但笛卡尔的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 因为如果说是用因果关系来做解释的话 他出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我如果不思考 我就不存在了吗? 会产生这种感觉 错误 他意思是说 我是 就不用讲了 因为我是表示我已经存在 没有故啦 太棒了嘛 一个哲学概论的书可以把这种观念写出来 一般人当中 所以 所以我 这个我们昨天就有上我课的人 我都替这个书做广告 然后我把我的那个推荐信寄出去以后 哇 那个编辑都非常感动 我在那个书里面讲说 我在我的信上面讲 我说我非常非常喜欢这本书 他说这句话我们也要用 就是将来书上会印出来我的话讲 我说我非常非常喜欢这本书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观念 我说因为 我昨天就有讲 我们有 我们有我的那个忠实粉丝 我一个礼拜上两天课 他们都在 我昨天就有讲 我说我明天我要上笛卡尔 这个迪卡尔最重要的一句话 我识 够了 不要雇我在 那三个字多余的 为什么多余的呢? 因为 重点是 什么东西是透过思想来证明它存在的 同学们你要想一想 我说 我在思考 本来它叫 就是有一个在思考的东西 那是东西的意思 就是一个在思考的东西 那这个思考的东西就是我 我是 就不需要那个 therefore 不需要I think therefore 不需要Bounce donk je suis 不需要那个donk 或者I think as all I think as all 不需要 不需要那个连接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这里根本没有连接的关系 这完全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 透过哲学的语言 把人的行动写出来了 懂吗? 透过哲学的语言 把人的行动写出来 你一听 那受到谁的影响呢? 阿古斯丁的影响 如果我犯错了 有恶魔存在 对 他让我犯错了 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我要的重点是 我自己要能够存在 对不对? 所以你讲说我是就够了 加上故我在 那三个字多余的 对不对? 同学听懂意思吗? 这个其实笛卡尔哲学的重点就在这里 当你听到说我是 你只要承认说 确实有个东西在思考 那思考的东西 它就怎么样? 它就必然存在 而且这个整个过程是没有人可以骗你的 为什么? 因为完全在你大脑里头 没有任何外在的诉求 你连集合学你还有外在的诉求 什么两点之间最近的距离是一条直线 但是这里头没有 所以我认为 就是我认为 其实我认为 我认为 一个人在思考上 我认为 一个人在思考上 有个人在思考上 所以这就是你的问题? 是的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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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do you know that you're not actually say being compelled to think by higher force how do you say know that um you're not a figment of some higher imagination you are not thinking at all you are imagined fantasy you guys all understand what he said i don't need to translate well we are all photographed in order to prove that we have reached certain level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so i'm not going to translate it but i uh i make shift of what you are asking you say that when you say i'm thinking that automatically means my very very existence is genuine yes but i'm doubting that you are okay okay good good so what what do you have said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number one if you if i'm thinking then that proves automatically i exist so you understand this right secondly but i insist that my thinking is coming out of me alone but if however somehow i'm compelled by external force to think something so that means i'm not genuinely thinking so i should not exist that's your logic right and the third thing is that we are not very sure if everybody's thinking is automatically internal so the proof itself might be a failure right the proof the proof that my existence is genuine can be a failed proof okay possible actually i already raised the point before but it can be possible that you are someone else's imagination thinking on their behalf so you don't exist you're a figment of their imagination they're thinking you're not you're made to think that you are but you're not thinking because someone else is doing the thinking on your behalf good the additional point is says nothing about what i'm going to say so better leave it alone 這個同學問的問題是問說我說我是這個這句話我是I am thinking或是I think 其中按照我原來的邏輯裡面的推斷是有第一我只有思不包含任何我思以外的東西 就是說有一個thinking thing which ishappen to think 這是我講的所以這個第一點因為它是internal 它是內在的 所以不需要訴求於外在只要有一個東西它在表示這個東西就存在 所以我是自動包含了我存在 這是我的邏輯就是它是內在的 它是有一個東西跟是什麼人都不重要 所以它說它只講了個半天 講了分了幾點 其實真正重點是說我在思考這件事情 有沒有可能是一個外在的力量 有沒有可能是一個外在 所以說我並沒有真正的思考 然後它最明顯的例子 比較好的例子是說 有沒有一群人 就我在假想有一些人在思考 在想到我什麼的 有些人在 或者說是其實我並沒有在思考 而是別人在想像中我在思考這種情況 它把一個直接的過程講成一個間接過程 那首先我要強調 內在的直接過程是為了要反對那個惡魔論證 同學腦袋要想清楚 這是改變世界的一個重要的論證 就是惡魔論證就是我有沒有可能被外在的因素影響 我剛剛講到數學也是外在的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不管你是怎麼想 imagination或什麼 whatever 只要我的重點是 我至於我思不思 是一個實際上我必須要承認的動作 就是有一個我正在做一個動作在考慮 到底什麼樣的知識基礎是存在的 我在考慮 我在想 我在I'm considering, I'm imagining, I'm wondering, I'm thinking 重點 我告訴你一個重點 基本上我甚至於不要I think 就是我 能夠做任何事情也就證明我存在了 至於說別人 你講到第三點 別人也在想的話 那麼那個別人也都要從主體性的角度來看待 比如說You are imagining that I am thinking I'm talking about your very existence is genuine 所以笛卡爾的論證的厲害的地方 所以我剛剛強調說 這是我們學生學史來第一次用自然的語言的表達方式 把我們思考的過程中涵蓋出來了 這個部分為什麼特別重要 因為一般人在讀很多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了解到這一層關係 就是說我們真正要證明 你的那個感覺不是言語可以表達出來的 我告訴你 你爸媽愛你 你被罵證明的 那是一個感覺 而且他們不死的時候你還感覺不太的清楚 死了以後你才感覺得很明顯 在的時候你搞不好還罵過 我都有I curse 在他不在的時候I miss 押韻的 對吧 確實是有這種感覺 但這種感覺往往說超乎語言能夠表達 非比莫所能形容 錯 笛卡爾做出來了 說只要我在思考 我就已經回聚了所有懷疑論的問題 那個為什麼回聚呢? 就是你在想法上 同學你一定要注意 就是說在這個事情上 比如說因為我們通常都知道真理 我在這堂課中一直在強調真理的確存在 但是存在我們的感覺當中 或者說我們要表達一種 啊哈 就是真的 在座同學有80%談過戀愛 應該說100%談過戀愛 就單相思都算戀愛 你會發覺談戀愛的人從來沒有一個標準 發你一個已經在戀愛狀態證書 沒有這個東西 都是感覺到 Is this called love? 好多歌名是這種名稱 So yes, that's right In Christmas 就是It's a day of love 就是這一天 那種表白的意境是非常遲 那表白意境99.99%都是已經確定是有效的 只有那種傻子才能明明沒效來表白 表達以後馬上跳樓 這個是很傻的事情 所以說這個真的這種表達方式的感覺 迪卡爾講出來了 因為他前面的論證說 我們要懷疑我們的感官知覺 我們要懷疑我們的一切的想盡辦法的傳統的認知 我們要拒絕 然後數學的話 我們也要拒絕 為什麼數學有可能是外在的 那這一切的否定以後 最後我們用內在的方式證明我們的感覺 所以我是強調重點 不需要那個固執 不需要therefore 重點在這裡 對吧 你聽得懂嗎? Are you convinced? No? Well, never mind Well, the problem lasted for at least four hundred years 對吧 你可以感覺得出來我在講什麼嗎? 你可以感覺得出來 你永遠是第一個坐在這邊的人 我都不好意思誇獎你 因為你一臉嚴肅 你可以感覺出來我在講什麼嗎? 你可以感覺出來我講的重點嗎? 就是我講我是 就不要再講顧我在了 你可以知道嗎? 因為當我說到我的時候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轉變 就是說我們把我們的感覺 用自然語言表達出來 就是為什麼它具有這種震撼力 很少人了解到這一層 很少人了解到這一層 因為發覺實際上 實際上我們對真理的認知的話 我也要證明真理存在 真理一定存在 真理不存在 我們怎麼可能會有真的感覺 但是我們的語言說不出來 就是在迪卡爾這個方式說出來的 所以說這種瘋狂的這種 無論惡魔多厲害 如果我不存在 無從欺騙我 那麼我的思想卻決定了我存在的事實 所以這個是任何懷疑論者都不能夠拒絕的 這就是我要強調的 好 那麼我們基本上 大致上的內容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最關鍵的一個觀念 我們的問題是如何獲得百分之百的確定性 100% certain 那麼我們拒絕既定的印象 我們拒絕確定的教條 我們拒絕過去的權威 我們只接受個人理性驗證為實 為真實的真理 這要道理 那麼這個懷疑的方法是迪卡爾知識論的核心 那麼也是哲學中最重要的部分 這個影響到所有後來的哲學思考對象 到今天都不例外 大家從迪卡爾開始以後 大家就會提到說有很多事情是自動的 如果你對哲學心理 像康德提出很多惡律背反 那個惡律背反並不是他真的要講說 比如說時間有沒有起源 時間有沒有開頭 如果有 那開頭之前的時間還是不是時間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時間怎麼來的 這惡律背反 在康德舉的例子 那就很自然會想到說 這裡有一個地方 是我們在信念當中需要能夠克服的地方 大家會發覺哲學裡面真正要表達的是把我們的信念說出來 那這個難就難掉 所以從此哲學就有個方向 然後有些人講說 有信任方便的話 像我們現象學大師講的 用這個希臘字Apple Chain就是說 我們把所有不能說出來的東西的話從而不論 那是我們說出來能夠說出來的 大家都在這個基礎上發展 目的都是一樣 但是迪卡爾做了一個劃時代的進步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這具有這種威力原因 就是它完全改變了原有的哲學態度 原有的哲學態度的話是覺得說 語言可以說出來我們存在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這個大家要了解 拼音文字的好處就是它能夠 一直不斷地針對原有的劇情 不斷地進行的釐清 Clarification 一段一段地澄清它 像我覺得很好 剛好happen to be that we both 我們基本上大多數人都是bio lingua 所以我們都用雙語 你會發覺英文有一個特性 它很容易地讓你被進一步地clarify Further clarification 比如說他講說 When you say I think Well what if I'm not really think And it does not mean that I genuinely exist because of I'm not thinking 他問的是這種問題 所以可以能夠進一步地further develop 可是中文當中變成一個句子 我是故我在 長期來我們在講 我們在還講到這個觀念 對不對 然後這種觀念當中 我們那個固字 我們在重點 很自然 你仔細念一下這個話 這五個字的話 你會發覺那個重點是那個固字 而且這個固字居然是後來迪卡爾刪掉的 你仔細想想看這裡面的一個差別 原有的哲學告訴我們物質的本質為何 你在之前的時候都在問 The essence of X The essence of existence The essence of human The essence of God 這些本質的問題 但迪卡爾不再問是什麼 他問說我能夠知道什麼 What can I know? 然後如果你說 You can know this How do you know that? I can only know this 所以這個問題就further going on 所以這個是一個基本的一個認知的態度 很不一樣 問題整個就不一樣 我認為 了解到這個認知態度的轉換的人不多 所以導致我們上哲學課的方式就比較固定 所以我一直鼓勵大家多發揮多發揮 其實是間接地在套用這個方法 像我非常appreciate fully 就我們班上有這樣子的bilingual 我希望每一 我希望教育處把這種bilingual students assign出來 每一年都給我分個兩三個 對我們幫助太大了 因為你可以看得出來在不同的語境中 在認知的範圍效果中有不一樣的感覺 我告訴各位同學 我們學英文的目的不是覺得這個語文有什麼了不起的 p 它就是個工具 但是我們這個中文的這個工具 跟英文的工具是本質上不一樣 人家拼英文字 英文是一個最精緻的一個發展 因為用的人最多 那我們這個非語音文字 我們這個non-fanatic language 也是在我們人數多的情況下發展到了極致 所以這兩種不同的語言出現 當然是有不同的哲學思維 這毫無疑問的 對不對 我們本身的話一看到我們看到字形就有意義了 英文的話你不講一句complete sentence they will never be able to know what you mean by that 你說wrong 你都不知道幹嘛 你的running變成動名詞 oh yes 就對不對 那我們中文的話你講一個跑就知道了 有一個逐字就夠了 對不對 所以說這種情況 所以說這個追求對我而言的結果 他要講的是什麼東西 我剛剛跟大家說過求真 求真這種感覺的話 只要有一個人求真 這個人就存在了 只是說什麼了 只是我們感覺上說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像我手上現在拿的麥克風 如果你用機械系加上這個土木系再加上電機系 要解釋為什麼我這個手能夠抓麥克風 還可以換來換去 抓得很準 你要用機器人手的話抓可能要發展很久 但是人的腦袋中的話可以快速練習 但是你要把它整個步驟全部用計算寫出來 那可複雜了 所以也基於這個語言故 我們要用自然語言表達出我們的感覺的這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用靜態的方式來描繪出你動態的感覺太難了 笛卡爾做到了 而且他發覺這個就是重點 所以說事物的認知是否清晰是對我個人而言 所以你剛剛問的問題說如果別人想那是對他個人而言 所以導致主觀主義的認知 所以我叫主體性 因為所有的事物都是認知的一個對象 所以我們主體跟客體的哲學就不一樣 我主體 我認知個人 對事物本身究竟為何已經不是那麼重要 所以對後來的影響非常深遠 我剛剛一開始跟大家回頭看 我們這個PPT會公佈給大家 大家回頭看我一開始講說我們原來有兩件事情 一個個人主義 一個是主體哲學 他們先出現了他們需要一個論述 替他們鋪一下個道路 說他們是對的 說他們不但是事實的 而且也是規範的 這個觀念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可以感覺到我們的事實 可是要當成規範就變成說你不這樣做是不可以的 的那個觀念需要一個論述 講得更簡單一點 講得更簡單一點 我始終都在挑戰我們的覺醒青年的學生運動 很多人覺得說老師你為什麼不支持我們 跟著一起下來跑到立法院前面去上課講課 我說那太low了 因為我們現在欠缺一個年輕人不顧一切 回到自己想要做自己的事情 欠一個論述 事實是存在的 沒有這個論述 你不會形成規範 台大學生沒有一個人在紀念3月18號的 都假裝當孫子 你看馬上要來了 沒有人會紀念 再來一次 為什麼沒有辦法紀念它 原因是因為它沒有形成規範 它不是一個norm 沒有變成一個prescriptive norm 不是變成一個應該做的 而且完全是一個被描述的事實 它缺一個論述 我倒是很客觀地告訴大家說 當初激情的人全部不見了 你應該也滿激動的吧 沒有 沒有 whatever 但是現在它沒有變成一個論述型的規範 你知道六四的話過二十年香港還在慶祝 就每一年的六月四號在台大校園內 香港同學會還在紀念 越來越薄弱 我還被邀請過 演講過 我都很樂意的 我就告訴他們 你任何的事實呈現出來之後 馬上要有一個論述出現 讓它形成規範 這才有價值 論述有操作的空間 但是你要有哲學的認知 沒有這個就千萬不要後悔了 這個春過了無恆 曇花一現 沒什麼用處 好 那麼我把我的事情要講得非常清楚了 所以說這些對後世影響非常重要 那麼事實上在迪卡爾哲學中 不但事物是什麼不太重要 連誰在思考其實也不重要 因為最重要的實體是思考 所以這回答你的問題 thinking not even subject think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思考是存在的唯一依據 等於是唯心論的觀點 所以我說唯心與唯物 這個主體跟客體 個人與群體 就是說因為身體等於是完全無關於存在的 所以迪卡爾有一個目的 他建立一個新的以及統一的理論 將整個宇宙透過數學來解釋 透過我們對於數學感觸的方式來解釋 那麼這個獲得知識主要是有正式知識的方法 那麼獲得知識方法有思考的規則 是這樣的情況 迪卡爾思考的規則就是他強調這裡面 我跟大家做簡單的介紹就是拒絕偏見 分析成細部來解決問題 從簡而反 全面而確定沒有遺漏任何東西 這種內容當中告訴大家思考規則 所以我以前教書很長 20多年的歲月當中 我很害怕上迪卡爾的哲學 非常害怕 為什麼? 因為仔細看這個東西講得沒有辦法講得口末很肥 內容不多 可是我慢慢慢慢靜下心來體會後發覺很豐富 它完全是你自己的腦袋在運作的過程 讓你自己訴求 就是說很多人會覺得說 哲學很難 那不能怪我 因為你根本沒想去理解它 而德格爾的哲學就是把你一個人當中的常識認定 當成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來理解 那這個部分是很重要的 所以說大家可以發覺 比如說 比如說 我常常跟人家講 同學們在溝通的時候也會發覺 如果你想要寫一本書讓人家了解這個書的內容 比如說你講迪卡爾哲學 或者說這樣子講 你要想教人家賺錢的學問 即使你都還不知道到底賺錢有沒有學問的話 你當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 可以感覺得到但是說不出來的部分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覺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就是你感覺到那個真的那個學問 他要怎麼樣透過你的文字表達出來 因為我們哲學努力的就在這方面 哲學努力在這方面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體會一下這樣的認知 所以說我們規則的目的運用理智懷疑的方法 這個導致了知識論的一個轉向 找出事物的方法 方法的目的在發覺事物 找出這方法 然後確定我們找出來的為真 所以說我這邊講到重點 比如幾何學先有公理 然後經過推理證明出定理的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可以知道 重點是推理不會出錯 推理的過程不會出錯 而推理的過程就是我們現在所有 要證實知識為真的方法 笛卡爾德用的是懷疑論的方法 也是懷疑論的一個高峰 變成知識論的轉向 那因為我們在這邊討論的是懷疑論 所以笛卡爾德在我在了以後 其實這個哲學 對他而言哲學在剛開始 因為這個嘗試證明 我跟大家簡單的敘述一下 笛卡爾的目的是什麼 他說因為我在 那我不可能唯一的在 每個人這樣子想 所以大家都在 大家都在如何讓我們共同活在一起呢 就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創造者 把我們一次全部創造出來 所以每個人都會想法 所以笛卡爾德到最後搞成神學了 所以笛卡爾德的目的 從懷疑的方法 最後要找出知識的確定性 然後證明這整個知識系統 並沒有非常成功 並沒有非常成功 因為很多人會發覺說 你只能夠證明我個人的主體知識 個人主義的主體知識 主體哲學 並沒有說明這整個世界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很瘋狂的哲學 像我現在上課的時候 我只知道我存在 我甚至不知道你們幹嘛坐在這裡 理論上來講我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知道 對不對 大家坐在這邊到底是幹什麼的 我也不知道 搞不好說我太太有錢 怕我受不了孤獨寂寞 拿錢出來讓大家坐在這邊 所以難怪大家一副愛做不做的樣子 難怪 所以說這個問題我沒辦法百分之百確定 但是我自己我倒是比較明白一點 所以說這種 所以他這個哲學並不是這樣 但是就他的方法來講 他確定的方法 以一個什麼都不知道的人為出發點 然後以其個人的智力來發覺與確定知識 所以我們運用的那個推理 是我們個人的那個intelligence 所以說從蒂卡爾以後的哲學家的路線 就是固定的 要開發人的理解的能力 而不是告訴人家應該說什麼東西 理解的能力 好 那麼這個如果你對哲學史有了解 那蒂卡爾的懷疑方法就是他強調外在世界用感官 個人存在數學計算 那唯一我不能夠懷疑的是我正在思考 或者說我正在思考 那是西方個人主義的起源 我就說這個我個人思考 大家要了解如果這個哲學的意涵到了這個地步 個人主義 個人主義是一種非常違背人性的想法 個人主義非常違背人性 對不對 你知道為什麼個人主義非常違背人性嗎? 因為人本身就不是個人的 你爸爸媽媽生出來的 你怎麼 你坐在這邊 你坐的椅子也不是你自己做的 你穿的衣服也不是你自己做的 對不對 但是你在做事務的時候 你會發覺除了我以外沒有人能夠決定我的生存 所以個人主義的話它需要一個論證 我們懷疑論這個課有一個非常優美的名詞 skeptic 從希臘文來的 你看所有的哲學課裡面的打skepticism 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教的 因為我灌輸了強大的歷史感 其他的skepticism第一課就是從迪卡爾教起 然後說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懷疑 懷疑到這個外在世界存在都在懷疑 甚至於說是JTB justify the true belief 都可以被懷疑 那這個懷疑到最後的話來討論 就是讓你會發覺說整個哲學的工作 全部都是在於肯定某種東西 然後就在懷疑 懷疑以後再進行討論 而完全沒有歷史感 我在這堂課中做的主要工作 是我不浪費時間 談到專業的懷疑論 我不認為懷疑論是一個專業 我認為整個哲學歷史發展是每一個人都要了解 我們懷疑的目的是為了要肯定 就這麼簡單 所以說這個是西方個人主義的一個起源 那我把整體 笛卡爾的懷疑方法 它出現了一個知識論的轉向 重點在於哪裡 我現在跟各位同學先強調一個事實 我不是在教各位哲學課 我是在教各位思想史 思想的例子 如果說你可以 比如說亞里斯多德的形象學問存在是什麼 笛卡爾問我能夠知道什麼 這個轉變是很重要的 原來是問What is that? 現在變成How do you know that is? 是變成這種問題 所以從being轉換變為knowing 從What is out there? 變成How do you know that anything exists at all? 就是說變成這個發問的方式轉變了 那麼直到我們能夠證明自然存在 我們無法對於自然的內容做任何程度的調查 這是亞里斯多德跟笛卡爾最大的不同 很有趣的我們強調經驗中的內容 視之為存在的依據 這個觀念剛好是笛卡爾所反對的 所以說一般人跟哲學家最大的差別 就是對經驗的依附的態度 我們覺得有價值的哲學都否定經驗 但是沒有做哲學訓練的人都肯定經驗 這個差別在笛卡爾的影響下變得很具體 所以知識論是什麼呢? 是我們能夠知道什麼的研究 我們思考的規則 我們知識限制 確定知識為真的標準 要追求的是絕對的確定性 好 我們有幾個結論跟大家說明一下 第一個問題是發覺我們能夠知道什麼 然後接著是要確定知道這是什麼 這是第一個 這兩個問題 所以大家要先注意了 第二個結論是笛卡爾的懷疑方法 將所有不能夠經過絕對懷疑展示的信念 放在懷疑當中 那麼要用懷疑的方法來檢驗 這個方法的重要性是只有拒絕懷疑論 我們才能夠得到確定的結果 所以懷疑論的目的是要等著被拒絕 因此有的人的話是以沒有辦法被拒絕 但是我們不用太早說沒有辦法拒絕 只是說這是一個思考的活動的過程 那麼知識必然來自於確定的基礎 那麼這個基礎是什麼我們還是在討論中 不過一旦有了這個基礎 就像數學系統中有了公理一樣 依照它我們可以得到不容懷疑的事實 與不容懷疑的推理 重點是講 重點是只有思想能夠做的這件追求知識的事情 只有思想能夠做這件事情 思想的活動 實際上活動 那所以這個對笛卡爾的這個懷疑論呢 有幾種回應的態度 有人認為說它是一個獨我論 Solipsism 只知道自己存在 Solipsism 另外一個主體論 就是從事物的本質轉向主體的本身 法文的對象不一樣 那麼結果是用靠理性來判斷知識的來源 那麼我用這個原來剛剛已經提到過強調理性 這個理性強調的是我們思考的能力 這兩種回應 那麼這個說明 跟我們底下要講的一個問題就是非常相關 我們下個禮拜要上David Hume 就是經驗主義 迪卡爾代表理性主義跟經驗主義 兩種對迪卡爾的回應 當他說 Cogito exon 他說我是故我在的時候 他說我每次說出這個命題的時候 就自然而然的你會發覺我其實是存在的 也就回拒了懷疑論的問題 那麼很多人就認為 如果你強調的重點是我的話 那就是獨我論 那還是一個在論證上的一個確實 但是他其實強調的是思想 只是說思想必須要透過一個主體做為代表 那麼這個就構成了一個極端的個人主義 那麼有關於後面的部分 這個有關於迪卡爾的思想 進一步發展是我們下個禮拜 蘇格蘭啟蒙運動 迪卡爾為法國的啟蒙運動鋪下了道路 可是真正的啟蒙運動成就最大的是蘇格蘭的啟蒙運動 什麼國福論什麼現代秩序很多書 那David Hume的這個懷疑論呢 是一個極致的懷疑論 ultimate skepticism 就是認為說懷疑的這種情況 是伴隨著我們成長過程中必然而然存在的 那麼以這種情況 那麼來做這個懷疑論最後的這個訴求 我們下禮拜要解釋它 它是積極的 這種態度是積極的 我個人認為是態度 那麼因為在迪卡爾之後的哲學 所有的哲學的態度是非常嚴謹 那我們就會發覺 已經不再是我們如何看待外在世界 而是我們如何來了解意識狀態的這個問題 同學問的 就也是迪卡爾的 我是我在的那個說法 就他不是提出惡魔論證 然後否定了我們覺得數學是一種不會錯的知識 對對對 但是他否定 然後他推論到後面 以我是作為最後的答案來證明自己的存在 也是一種最致命的一件事情 嗯 對對對 致命 self-evident 但是我覺得有些數學的那種view 我現在比出兩隻手指 我就看著我這兩種手指 且不論我的手是不是真的存在 但我的確看到兩隻手指 那我知道 對 兩隻手指一加一就是等於二 我覺得這件事情好像也是一件難以去質疑的 一件很致命的事情 那麼既然惡魔論證 迪卡爾覺得惡魔論證可以否定這些數學的真理 但是這個真理又跟我是我在一樣的致命 那為什麼我不能也用惡魔論證否定掉我死這個結論 好 非常好 非常好 你把那些手兩個指頭拿著不要放下來 這個你現在仔細看著 你的目的是一加一等於二嘛 對不對 好 你看到 我要講的惡魔論證是這樣子 數學應該是不會出錯了 就我們感官知覺 傳統信念當中 數學應該都超越這些 但是數學有一點 它有可能是我們看到外在世界以後所形成的知識體系 所以我一直講說 比如說你剩下兩個手指頭 對不對 你看出去 但是其實你沒有注意到 你的手指頭旁邊的話 惡魔的話 讓你第三個想要起來的手指頭壓下去 比如說這樣子 講這種話 但這不是重點 這不是講說你明明兩個指頭就是一加一等於二 而是告訴你說 數學這個來源 知識的系統的來源 如果是外在的 外在於什麼? 外在於你的 不單是你的身體 外在於你的心靈 為什麼外在於你的心靈重要呢? 因為你心靈是唯一能夠思考的對象 推理 你靠手沒辦法推理 你這樣子代表什麼? 就這樣子代表一加一等於二是你在說了 這只是一個比喻 對對對 不管 你說兩個腳指頭也是一樣道理 我就算光想惡這個概念的字 我也會覺得這就難以質疑 就是想惡 對 但是你要知道 這個我上課講過一個例子 那個星星 他沒有經過這個思考 有一次會發覺 你跟他講 如果能溝通的話 你跟他講說你的左手有五隻手指頭 他會在夜深人間的時候伸開他的左手 很激壓地發現他真的有五個手指頭 數字的概念是外在的 你知道嗎? 你學這個概念的話就是外在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你的主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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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他搞不好完全不知道數字的概念 外在學來的 可是有一點很重要 我們現在要證明的是完完全全不受到外在影響 完完全全不受到外在影響 就是說什麼呢? 那我就說好 我有一種求真的欲望 求求真的欲望 然後我要發覺說有可能不爭 懷疑嘛 那我要爭嘛 我懷疑了一個半天的目的要求爭嘛 對不對? 那我唯一求真的時候講說 有一個東西 Race 拉丁文Race就是一個東西 它有思考的能力 然後它要找真實的基礎就夠了 是誰都不重要 那我有這個能力 所以我思就夠了 為什麼? 完全不受到任何的外在 我有要追求真理的這個欲望 這思考的能力 我有這個想法 就夠了 不受到外在影響 所以說外在的東西有可能出錯 因為外在你接觸到什麼東西不一樣 我們現在講說 有一些人對於數字有一種迷戀的感覺 西方人喜歡四 我們喜歡五 對不對? 有些人的話喜歡七什麼的都沒有這種感覺 那種感覺都不重要 都是外在的 傳統都不要 都可以懷疑 但是我們一樣東西不能懷疑就是說 我們是一個 我是一個有思考能力的東西 我的身體都有可能是假的 就這個意思 懂嗎? 所以你看你的手指頭沒有用 為什麼? 你在夢中也可以看到手指頭 這個已經是被懷疑的東西 可是重要的是 這原來是一個你的感覺 但是透過語言表達出來的 這才是重點 跟以往的問題的方式完全不一樣了 同學感覺出來這種震撼力嗎? 感覺不出來 完全沒有 就是變成把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從一種崭新的態度來質疑他 來質疑他 大家會常常覺得說 像我舉一個比較敏感的例子 像有人覺得說民主制度最好 然後你就可以質疑他 民主制度好在哪? 你知道什麼是民主制度嗎? 你都不知道他什麼 你怎麼知道他最好 我就很喜歡幹這件事情 我為什麼很喜歡幹這件事情 因為我發覺懂的人太少了 少到我幾乎可以大大方方地告訴你們 這個是一個生活中的利器 厲害的利 器具的器 你任何的觀點 你一想他永遠不可能有自我正成的可能性 就可以被質疑 任何不管多偉大的人 你聽演講聽完以後 你只要聽到一兩個重點 馬上就知道可以質疑 這件事情是一個 你要把它轉換成一種快樂的感覺 你為主教 我在聽任何演講就喜歡幹這件事情 太有把握了 太爽了 這就是厲害的地方 我現在是警察說 你為什麼太誠算 你會找到我的動作 你會找到特別的地方 你要找到我 那邊的獻子 自己也找到一個後來 我去走了 我會找到你 只能站在這間 我會找到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